梅西手握七座金球 若明年登顶世界杯 他会成为历史第一人吗 梅西说 作为目前足球界获得最多荣誉的运动员 在击败莱曼获得个人第七个金球奖后 个人的历史地位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从09年到21年 在他足球生涯的12年中 已经获得了七个金球奖 他过去十几年 可以说是整个足球界表现最好的选手 梅西作为时代的向导 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荣誉 在美国杯上也引导阿根廷获得了冠军 但是很多球迷都不认同 所以被称为球王 因为有作为足球之王 必须获得世界杯冠军的观念 当然 也有很多粉丝认为梅西是国王 结果 无论是从球技来看 还是从数据和荣誉来看 梅西都很适合下一代球王的称号 实际上 2014年 梅西有机会成为新时代的国王 在那年的巴西世界杯上 阿根廷时隔多年再次迎来了世界杯决赛 亿万名粉丝期待着新球王的登场 但是梅西并没有如愿以偿 他率领的队伍在决赛的补缺阶段 被德国队的剃脚神童格策杀害了 结果 梅西也只能和世界杯冠军擦肩而过 但他错过了成为王的最好机会 结果 像世界杯决赛那样的机会非常少 梅西错过了2014年 很有可能永远错过 但是 现在阿根廷的强兵马壮 在时隔20多年夺得美国杯冠军后 人们似乎又看到了希望 临近卡塔尔世界杯 对35岁的梅西的期待似乎越来越大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也许会成为梅西 再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但那当然很难 但是 如果梅西真的能率领阿根廷的优胜讲座的话 也许会成为足球界历史上的第一人 你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大家也知道 足球界公认的有两个球王 一个是获得三次世界杯冠军的玻璃 另一个是在世界杯上用自己的力量 让阿根廷获胜的马拉多纳 他们有共同的特征 率领各代表队取得世界杯冠军 在世界杯上的表演也很出色 因此 如果明年的梅西能够复制马拉多纳的演技 除了俱乐部水平创造出的无数荣誉之外 还有足够的理由 成为世界足球界历史上的第一人 现在足球界的球门术是第二位 作为历史辅助术最多的选手 梅西不仅是前锋 他的踢法也让他成为了球王 结果球王总是全能的 如果梅西成为世界杯冠军 那么严厉的人们就可以沉默 2014年 梅西离他的梦想 阿根廷粉丝梦想 世界粉丝的梦想只有一步 甚至还留下了 梅西没能举起立杯真是遗憾 这样的名言 确实 梅西绝对适合世界杯冠军 但在世界上却不是这样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 是梅西的机会 也是梅西的挑战 可以说胜负就在一瞬间